一个狐狸长得不尖嘴猴仨的 反而长过一张老干部的脸 全世界都在用这脏狐的表情包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 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世界 以求知的目光探寻收密码 我是老贺 今天跟大家说一种 活跃在表情包界的动物 脏狐 脏狐也叫西沙狐 超狐 草地狐 是一种生活在2000到5200米高山草垫的动物 你别看它脸大 其实个脏狐它一点都不胖 它的体重也就是八斤多尘 好一点的那个橘猫都比它胖 那个脏狐的体型和赤狐看起来很像 它背部是褐色的 腹部是白色的 身体的两侧有这么一片浅灰色的区域 尾巴是又粗又短 尾巴尖呢是白色的 为了应付寒冷的高原环境 脏狐的毛它很厚 所以脏狐其实它不胖 人家只是毛的撸的 和它的亲戚们不同 脏狐的额骨比较短 下巴还宽 这几个部件组合在一起啊就形成了它那张方方正正的果子脸 和我的脸型基本上挺像了 偏偏在这张方脸上呢还长了一对这么惊世骇俗的小眼睛 以至于啊随便你怎么看着都是活生生的一个表情包 其实脏狐长成这样啊绝不是为了逗我们开心 而是为了干饭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点个赞啊 接着看 大饼脸小眼睛 脏狐每天呢都是一副面谈的表情 它是家里出啥事了吗 那是 所有生物身上的部件啊 多少都有点用 唯一打破了这条定律的 那恐怕就是人身上的这个蓝尾了 脏狐的这张大饼子脸呢 也是进化的结果 脏狐的食物啊 95%是高原鼠兔和镊齿类动物 另外呢还会吃点这个昆虫啊 什么浆果啊 偶尔你要是遇上什么沙溪啊 旱塔呀反正它也不忌口 这想吃这些东西 那你就得有一个好牙口 好牙口的标志是什么呀 那就是啊大下巴和强壮的咬肌 不相信大家没事 你多啃点大骨头 你吃点筋头子 那保证你胳膊胳能长出个大下巴来 你都跟我撕点 再就是呢 脏狐这个腮帮子上的毛啊 那特别的厚实 众所周知啊 这毛长它才能保暖 总结一下子吧 脏狐它不仅脸大 而且那脸皮厚 脏狐的性格比较不平 结婚之前大家都是疯一样的男子 但是呢有了伴以后呢 他们也会选择啊 接伴生活 除此之外 那脏狐都是高原上的独行侠呀 他们主要的生活时间呢 是这个早上和傍晚 哎 老家呀一般都选在这个大石头下面 当然面对寒冷的高原 最理想的居住条件呢 还是洞穴呀 怪消息是 脏狐不会打洞 但是好消息 那是高原上这个洞它有的事 这些个洞啊 都是汉塔刨出来的 如果发现这个汉塔的洞啊 这个脏狐啊 都毫不犹豫的选择 将其霸占 哎 要是窝里头偏小呢 再有个汉塔 那就更好了 那连饭都有了 哈哈 五六月份呢 这个脏狐呢 会把刚刚出生的幼崽呀 藏在相对温暖和安全的汉塔洞里边 而这个不繁殖的机器 这脏狐呢 也会把汉塔从自己亲手挖的洞中给挤走 那只是因为他想睡觉 脏狐这么萌 那我们要是遇到这个野生的脏狐 能不能摸两把呢 各位啊 那你先点个关注 咱们下段说这个 比猫发塞 比哈士奇看着还喊 那么脏狐能不能撸呢 脏狐绝对不能撸啊 同样大熊猫不能撸 汉塔不能撸 野生动物呢 都不能随便的撸 脏狐的体内呀 有一种人畜共患病的病原生物 叫做系列吉球韬虫 这是人类能够感染的韬虫病中最严重的一种 脏狐啊 目前的数量啊还很多啊 并不算是宾威 而且呢还因为捕食爱打动的这个汉塔呀 牧民们觉得呀 它是一种异兽 但是呢 还是有不少的 兔法分子盯上了脏狐的皮毛 大肆不杀 可是脏狐的皮毛啊 虽然它厚实 但是并不保暖呢 也它不够柔软 你知道吗 还是那句老话呀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呀 希望人类别再盯着这个小东西的皮毛了 其次呢 那就是牧民投放这毒药啊 灭杀这个草原的老鼠的时候啊 也会误伤到脏狐 而且呢 老鼠少了呀 就意味着脏狐的食物少了 它们就有饿死的可能 所以啊 你别看脏狐 没有病危 但是人类也不能瞎祸祸啊 希望数千年以后 这个脏狐这种蠢萌的动物 还是一如既往的丑下去 它不是 生存下去 各位呢 点点关注 下期咱们讲讲 猫科的表情包 鼻祖 兔孙